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可能不光是个野蛮先生 我还可能成为一个野蛮的网红 那么我们看到网红都是什么样的脸呢 我们都说网红是追字脸 但现在这个时代呢 网红因为有了像比如说直播呀 软广啊 硬广有很多渠道 贴片啊 分成啊 所以网红变成一个 真的是一个更养家糊口的职业了 所以竞争也就更激烈了 也就要更多的人反感网红 为什么呢 你追字脸我容忍 但因为追字脸 所以你月收入百万 年收入千万 这个对我来说 很大的一个刺激和伤害 但是你知道吗 网红那种追字脸 倒过来 就是个金字塔 网红世界 是个非常非常陡峭的金字塔 什么叫陡峭 那上面可能只有一个半个 隔几秒就换人 随时更新换代 所以每一个网红他们都随时面临着灯顶和被挤压摔写的样子 所以网红是一个非常密集的 报费率很高的 随时被消费的 而且你如果自己从头到脚 哪一处没被消费 你都非常抱歉的状态 但是我看着网红的时候 我看着细节 我从编剧看着细节 以前也有个著名的网红 叫什么凤娇 我就不说他原名了 他有一段不体面的视频被曝光 当然很快你在网红上看不到了 我当然注意到一个很小的细节 不好意思 这块我没法给你 你整脑补了 我没法给你发截图或者视频 就这女孩子 她的脚扬起来的时候 她由于什么姿势扬起我也忘了 反正她的脚心上有好多的老茧 甚至还有鸡眼 就是脚没有好好修过 但要走了很多路 磨得很厉害 我觉得这一刻我看到说 有一点点心酸 就我看到了一个 生存的所有的轨迹 网红这一刻呢 她好像走到了一个某一个高度 但是我们看着 她爬上那个架子 但放在地面上呢 可能是一个包 包里有什么 可能比如说有一个 没有吃完的汉堡 或者有别的什么 你突然看到 她的人生的真相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我们谈论网红的时候 我们消费网红 但不要忘了 她也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我们消费他们 只不过消费了一个 暂时幸运的我们 比我们还幸运一点的我们 如此而已 因为网红 她真实的是为了生存 其实说到网红呢 我想起来非常意思一件事情 以前有人曾经问一个演员 叫王刚 也是我的好朋友 就演过我那铁齿 铜牙气小栏中的 和珅和大人 问他说呢 你对那些偶像怎么看 他当然说的还是四大天王的 张学友啊 郭富城啊 黎明 刘德华之类的 他以为一定会 就是这个记者以为呢 王刚一定会说 年轻人不要老去追求这些偶像 不要老去当粉丝 结果王刚不愧是演过何大人 他非常宽容可爱 开明 他说 这样很好 以前我们这个年头没出息 追求的都是政治人物 当人家的粉丝 结果什么好处没捞到 就被人左右命运 现在年轻人 毕竟他喜欢歌星 歌手 是人家唱了歌 让他高兴 让他感动 他得喜欢 他得喜欢像是给人家付的一个小费 服务费 这样其实挺平等 挺好 挺有尊严的 因为人就为你服务了 你当然应该喜欢他崇拜他 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开明 网红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喜欢一个网红 不是因为他搂 也不是因为你搂 因为最不搂 最不搂的文艺片大导演 王家卫在他最高大上的电影 《一代宗世里》 由张子怡出演的龚二先生 说过一句话 喜欢人不犯法 所以喜欢网红也不犯法 当你喜欢的时候 都是你被触动的时候 你不是你的所有的喜欢 你所有的追求那么廉价 是个人你就要双手奉上 一定是他要打动你的时刻 好吧 就让他打动你的时刻 成为你们中间唯一的联系 也可能后来会断掉 但那份感动不会停止 网红它可能是个流行语 但它路过你的头顶的时候 它可能照亮了你 让你想起自己还有一个愿望 尚未达成 对策略的淀化 感动就会快乐